欢迎大家观看JavaScript开发系列课程之function类型 通过本集视频的学习 大家可以掌握this的使用 以及函数内部两个方法 call和apply 在讲之前先考考大家 我定义了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叫test 有一个参数 然后功能很简单 就是用alert显示一下 下面呢 我定义一个变量 复制为test 然后再f hello 来大家把我写的这两句话理解一下 test 复给谁 一个变量f 然后我通过这个f 去调用 这是一个函数调用的形式 来看啊 看就是测试大家 对函数式引用类型的理解 那么这个test其实是一个引用 它代表的是这个函数对象 代表的是这个函数对象 那么说白了 test存放的就是这个函数对象的内存地址 那么我们把test 负给f 负给f 也就相当于把test里面存放的那个内存地址 负给了变量f 那么同这个时候f同样也指向了这个函数对象 对吧 其实这就是变量之间的负值 只不过这是引用类型的变量之间的负值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f去调用这个函数 跟你使用什么 跟你使用test去调用 这是完全等价的 对吧 因为这个test指向的是这个函数对象 这个f指向的也是这个函数对象 只要存放了这个函数对象的内存地址 那就相当于指向了它 行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理解 下面呢我们就说一下这个this this 这个this呢也是一个引用 它是一个引用类型的变量 在gs内部已经定义好了 那么它呢总是指向 引用嘛总要指向对象的 那么它指向的是什么呢 它会自动的去指向函数被调用时的那个对象 也就是说这个函数是哪个对象调用的 这个this就指向哪个对象 来咱们理解一下 比如说我定一个变量name 这个name呢是张三 然后呢来一个函数function function呢咱们就叫show 功能很简单 就是显示一下什么name 我们去调用一下这个函数 show 调一下这个函数 show 那么这时候显示name 很显然这里边用的name就是什么 就是这里边的name 这里边的name 这个name根据咱们上一讲说的 这相当于是一个全局变量 那么这个用的就是什么 全局变量 运行 这个显示的就是张三 那么这个show函数谁调用的呢 这个show函数来看一下 它是window对象调用的 window对象 这个window呢咱们第一次说 window对象是gs中最顶层的一个对象 也就是说它是老大 没有再比它大的对象了 注意啊 这个window本身就是一个已经创建好的对象了啊 它本身就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对象 这个是gs内部已经生成的了 不需要咱们自己去创建 直接就存在这个对象 而且它是最大的那个对象 没有再比它大的了 那么这时候这个show函数实际上就相当于是window.show 当然了我们可以省略它 因为默认就是什么 就是window来调用的啊 那么这个时候 this指向的就是window this指向的 就是window对象 咱刚才说了 谁调用了这个函数 this它就自动的去指向谁 因为this是一个掩用嘛 掩用是用来指向对象的 那么这个时候show函数是window来调用的 所以说这个this指向的就是window对象 其实我们在这儿 直接就可以写什么呀 直接就可以写this 这个this写和不写都是一样的 那你看当咱们调用这个show的时候 这个this就指向了window 这时候这个this就相当于window 那么我们在这写window也是可以的 你就默认 这个写和不写是一样的 window.name 那么这也就相当于什么呀 就是这个name 这个name是一个全局的 全局的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这个写法和这个是等价的 window.name 复制为什么张三 这两种写这种写法和这种写法实际上是等价的 就相当于为window这个对象定义了一个name属性 同时给这个name属性复制了 这个大家要需要理解一下 this我们用的多了 大家自然就理解了 那么现在这个是this呢 指向的是window对象 那么大家接着看 我再定义一个对象 它这里边呢也有name 而且name的直呢也有直 比色 再接下来 它也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是function 干啥呢 也显示什么 也显示name 这个前面啊 写不写this都是可以的 你写上也行 不写也行 比如说我在这 应该改成this了 再看 咱们现在定义了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边还有一个name属性 还有一个受 一个受方法 是吧 也就是一个函数 受方法的功能呢 是显示name属性的值 那么这个name应该用的就是什么了 这个name了 对吧 因为咱们说过了 局部变量嘛 这是局部变量 自己有 那么用的是自己的 没有呢 用的就是全局的 来咱们看一下 接下来 对象有了 那么obj点什么 咱们掉用它里边的受函数 掉用里边的受函数 我把这个注视一下 运行 这属显示的是里四 而不是张三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什么 原因也突然就是局部变量 所以用的是它 这是一个 那么 那么 其实 这个时候 大家看一下 受函数 它调用这个受函数 出入的是obj这个对象 对吧 咱说了 那么这个时候 this 指向的是谁呢 指向的是obj对象 也就是说 这个函数是谁 要用的 this它就会自动的 去指向这个对象 那么看到 在这个时候 我们调用受函数的时候 this已经指向了obj 然后咱们去执行 这个函数里边的功能 这个时候 去显示 name 而这个this呢 已经指向obj了 所以this点name 就相当于是什么 obj点name 对吧 那你obj点name 不就是这个name吗 啊 行 注意理解 但是你这不能写固定的写obj name 是吧 但是你写this 这个this它是一个什么 动态的变化的 随着你这个对象的变化 这个this它指向的对象 也在变化 行 那下面呢 咱们再看一种写法 咱们还是呢 定义一个变量 定义一个变量是color吧 颜色 比如说这个是红色 再写一个函数 function 这个函数呢 咱们叫fun吧 它呢 就是用来显示什么 加上this 叫color 大家看this变蓝了 是吧 说明它是一个什么 gns内部已经定义的 一个关键字啊 你直接用它就行了 本身它就存在 接下来 写一个变量 写一个对象 对象里边呢 有一个 也有一个color属性 它的颜色呢 是蓝色 这样的 再接下来 来看一下 咱们现在直接去调用这个 fun这个函数 直接调用它 这个很显然 前边默认省略了谁啊 默认省略了window 那么这个时候 是window对象 在调用这个函数 所以this在这个时刻 注意 时刻不同 this指向的也不同 所以说在这个时刻呢 this指向的是window对象 指向它了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去执行这里边的代码 这个时候 this就相当于是谁 相当于是window 相当于是window 那么window.color 那就是这个什么 这个color 所以呢 这个显示的是什么 肯定是红色 变形 红色 那么下面 我这样写 objs 比如说是 有一个功能 叫show color 复制为什么呢 复制为fun objs不是一个对象吗 对象可以具备属性 也可以具备方法 我给这个对象呢 添加一个方法 而这个方法是谁呢 就是这个fun 这个方法 对吧 这不就是 引用类型吗 我可以直接复制啊 objs里边的 这个方法的引用 复制为fun fun就是这个函数的引用啊 对吧 那么接下来再看 我写objs 点什么 show color 我调用objs中的这个方法 show color 还注意看啊 我把这个注 把这个 注视一下 那你就大家看了 这个时候 show color这个方法 是objs这个对象来调用的 那么很显然 z4指向谁了 z4当然指向的是objs这个对象了 对吧 然后呢 去执行show color 这个函数中的代码 而show color呢 也是代表 也是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时候 要执行这句话 而这个时候 z4指向的是谁呢 z4指向的是objs 你看啊 这个函数谁都要用的 objs都要用的 那么这个时候 z4就立刻指向了objs 啊 它会自动编的 指向了objs 这个时候呢 去执行这个函数啊 而这个函数实际上 就是f1这个函数 也就是去执行它 而执行它 这个时候z4点color z4已经指向了objs z4点color 那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是objs点color 对吧 objs里边是不是有个color 是蓝色 所以这个时候 它显示的就是什么 就是蓝色 运行 显示的是蓝色 没有问题 行 大家要注意对这个什么 对这个z4的理解 也就是说 这个函数是哪个对象 要用的 z4就指向哪个对象 它内部在自动的去变 所以大家要清楚啊 这个当前z4指向的对象 是谁就行了 是谁就行了